Richard Richard 你好像很久没有带我去吃好的了叻? 有那么久吗? 有啦 你每次这么忙 一直飞来飞去 嗯 这样子啊? 好 今天晚上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好不好? 真的啊? 那我下一块打饭准备了 拜拜 Richard 走了咯? 来了来了 祝你这样慢的哦? 不好意思啊 因为跟你出门哦 你打破的那么漂亮 我肯定要穿的好看一点哦 好帅哦 来 我们走了 Let's go WOW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餐厅吗? 对了 这一家呢就是吉仁坡非常出名的西班牙餐厅 那我们赶快进去里面吃晚餐吧 好 Let's go 哇 这边的餐厅很有特色耶 嗯 它的Design啊 是跟西班牙一般的餐厅哦 嗯 都是那么这样子 真的啊? 嗯 还有啊 它这里的食物啊 跟西班牙的 真的是有特别的 怎么样? 怎么样? 我想要吃哦 可以帮你带我去吃哦 好啊 一家上菜了吧 马上 嗯 好 好 大家好 infochester 大家好 这个是東京的漁大鱼 我们有南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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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匙的 我们有西班牙是南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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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的西班牙的西班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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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Richard 你带我来吃辣肉啊 呃 这不是 是中国那种腊肉 在西班牙呢 他们叫这种叫做 哦 哈梦 这些呢 都好像我们所谓的这个 蠟虫 蠟虫 这样子 可是他们腌的方法不同 而且呢 这些哈梦哦 是很 很特别的 那个味道不一样 来自最好的哦 是 所谓叫做 Ibrico 哈梦 它是黑猪来的 OK 然后也放在那个 Farm Area那边 有那些树啊 然后种子跌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吃那个种子 哦 就吃那个种子大的 而且呢 他们是有的跑啊 所以 比较结实 比较结实 它的肉啊 嗯 肉质很有口感吧 应该 那这个怎样吃啊 这一个呢 就把那个 哈梦 嗯 这是Melon 哦 蜜瓜 对 卷着 卷起来 哇哦 那很特别耶 试看 好哦 哎呦 我要先试啊 好 来 这是一口下吗 嗯 它是咸 嗯 然后呢 咬下去的时候呢 那个蜜瓜的甜汁 搅进去的时候呢 嗯 那个味道真的很香 很特别的搭配哦 我觉得这个 又甜甜的 然后那个哈梦又咸咸的 嗯 太棒了哦 哦 太好吃了 那Richard 这两杯又是什么来的 嗯 这是呢 西班牙人呢 很喜欢在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呢 他们很喜欢喝这个叫做Sangria 哦 Sangria 对 呃 一般呢 都是这个颜色 嗯 对 因为它是有红酒 嗯 配一点汽水 哦 然后 呃水果 嗯 到时候 西班牙很多这个 Oringes 哦 很多切 甚至有些 苹果啊 柠檬啊 他们切片啊 加进去 嗯 搅了之后 放一点的Ice 嗯 然后 这样子喝 哇 很很很 refreshing的 对 听起来都好喝耶 因为就 有点酸酸 甜甜了 有点汽水那种气泡 对了 然后 对了 然后 呃 有可能这里呢 他们比较特别一点 嗯 就是 有这个白色这一款的吗 有不同的款式 不同水果口味吧 水果口味啊 呃 来 对 当地人 呃 品尝一下这个 西班牙人的那个 当地的饮料 嗯 那我们来 试一下吧 这一个 这比较特别的 就调给我吧 哇 怎么样 真的很清爽耶 而且 那个酒餐的 这个水果感觉就很 很甜 然后又有那个水果的清香味 而且呢 又不会说 它的酒 的很重啊 嗯 所以他们就 啊 对对对 酒味很 不会很重 所以很爽 喝到 嗯 好 那 你们今天来吃 辣肉包啊 呃 不是不是哈蒙 哈蒙包了啊 不单纯 还有很多 这只是 start的 哦 是啊 我以为你就只带我吃这个 我吃不饱耶 那你赶快上市要调菜吧 好的好的 我就叫它拿来啦 waiter 哇 这个是什么来的 Richard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巴士 哦 什么叫大巴士啊 嗯 可是做到那些食物 全部都这样小分哦 其实我有一点点大吃啊 一点点 那 西班牙人哦 嗯 他们 呃 两点 哦 开始到四点 嗯 的时间就是他们的 Siesta 时间 Siesta是什么 Siesta就是休息时间 休闲的时间 然后呢 不做工啊 不做工啊 这样好哦 休息 之后呢 做到五点 嗯 甚至六点 就下班嘛 嗯 下了班之后呢 嗯 你猜他们几点用晚餐 8点 最少8点到9点 一般都是9点才用晚餐 9点吃宵夜哦 哎 对啊 他们9点开始才用晚餐 所以呢 in between 那个时间 他们就 喝酒啊 嗯 然后 把这些 所谓的小吃 哦 大巴士就是小吃 达巴士其实呢 的意思哦 是来自 达巴 达巴的意思呢 就是 Cover 达巴咧 Cover 哦 OK Cover OK 一般 他们 叫酒的时候 嗯 因为 西班牙 他们很多这些 这些 harmon啊 猪脚啊 哦 对对对对 挖住在上面 然后就会吸引到很多这些 倡语 嗯 所以他们就把一个cover 嗯 盖住那个水啊 或者那个酒啊 嗯 这样子 OK OK 就 那个餐饮就不会进那个 对对对就不会跑进去我的水 跑进去嘛 嗯 然后呢 上面呢 其实呢 就是放这些小吃 哦 这样这些小吃就不会给餐饮吃吗 不会 因为他们有些是烧的嘛 哦 热的 哦烧的东西就不会去 有些有些呢 其实是会的 他们就这样子哦 然后 就是小吃 然后把那个酒盖住 哦 吃小吃 所以它是cover的意思 所以它叫tapas 对 就酒和酒之是变成他们一种小吃的叫法 对 So 它的 地方 每个地区 嗯 OK 有不同的小吃 哦 OK 北部 嗯 不是叫tapas 啊 北部是叫做pintos 哦 所以pintos和tapas就是不同地区的人的叫法不一样 对对 而且呢 tapas就好像这种哦 tapas tapas 他们是用小盘 或者笛子来装嘛 pintos pintos的意思其实是好 就是 tupic的意思 哦 哦 或者小叉 牙签 小叉 就一小口一小口那种感觉 通常他们是把那个面包 干的面包 嗯 放在下面 然后把那个小吃 然后插一个 牙签 牙签 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的感觉 一口一个这样子 所以北部就叫做pintos 那也是很特别耶 非常的特别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要带我去啊 我们去这个地方叫做saint sebastian 哇 saint sebastian是在北部哦 嗯 然后这个地区呢 是有 米其林 Michelin star 哦 那个米其林那一个 哇 很多 最多最多 米其林star的餐馆 在一个小地方 在一个小地方 有这么多的米其林餐厅啊 就是在saint sebastian 你讲到我怎么很想去哦 你可以带我去吗 哦 我可能拿你去 就现在先带我去吃tapas吧 好 我们现在就先试一试 试一试这个tapas 那我先吃这个虾 好 试试看 什么味道 嗯 它很像我们这一边的那种 中餐的那种味道的感觉 因为它有一点 还有蒜米 然后有点辣椒这样子 虽然蛮香的 ok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这一个 我试一试这个 嗯 这是 马铃薯 对 Botato 它马铃薯里面呢 有放的 这些 嗯 是bacon吗 是吧 看起来很香 或者bacon 然后有放cheese 我有放cheese很好吃耶 好 来炸 味道 配酒 一脸 嗯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应该是 炸cheese之类的吧 我试试看 诶 这不是耶 试一试 嗯 好吃 外面沾着那一种的 像那种 面包穴这样拿去炸的 外面脆脆 里面 软软的那个cheese来的 很好吃哦 cheese很香耶 再配一配 这一个 它配这吃吗 这什么 它好像jam 果酱的感觉 果酱 诶 这个果酱 配着这个很好吃耶 这个甜 然后配着这个 带一点 咸 咸咸的 对 因为它是cheese 哇 太棒了 那还有最后一道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那个 好 那看起来很像那种 meatball 有点像那种 Swedish 那种meatball的感觉 是啊 好吃吗 就好像 我们吃那个 Speganese meatball 对对对对对 嗯 味道 好 哇 柔柔柔柔耶 哇 这个 863 That's a lot Wow, that's a lot Ok, thank you Mucho gratias Wow,乳猪耶 西班牙也是有吃乳猪的啊 对啊,西班牙人非常喜欢吃乳猪 而且呢 西班牙尤其是在马德里 有一个餐馆 叫做 Botin 哦 是 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最长久的餐馆 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 从1725年 营业到现在 最出名就是他们的乳猪 哇,这一股 太棒了吧 而且呢 只有Apple Vacation 就是你每次带人家去的 只有Apple Vacation的团 有去到那个餐馆 吃这个乳猪 非常好吃 太棒了 下次我一定要跟你去吃这个最古老的店的乳猪 而且呢 他们吃这个乳猪的时候 他们的切法 是用盘 用盘啊 对 这样你现在要不要来跟我表演一下用盘子 这样切这个乳猪 好啊 西班牙人呢 他们吃乳猪的时候呢 是非常传统的切法 就是用这个盘子 首先呢 敲 1 1 2 3 之后呢 就把这边切三段 这样开始切啦 3段 好特别哦 很传统的 很传统的 他们把这个 虎猪 用这个盘子 切了之后呢 他们将会把这个盘子呢 丢在这个 桶里面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把所有的 Badlap 快切 都 把它删掉 准备啦 1 2 3 哇哦 沾一沾着一个酱 再来试一下 好脆哦 就跟那种乳猪皮一样 Richard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们西班牙料理 都非常有名的 就是这个 西班牙海鲜炖饭 对吧 对了 在马来西亚 人家 每一天 或者是 游客来到 都会介绍他们 吃什么呢 Nasi Lema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们的国家 去到 Spanien 去到西班牙内 一定要吃 这个 Payla 哦 它叫Payla Payla Payla的意思呢 就是 Pan Pan 哦 就是这个锅的意思 Pan 锅 是平底锅的意思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饭 海鲜 煮在这个锅里面 哇这样的饭 应该有浓浓的海鲜香味吧 对了 而且呢 它的饭是 半身熟的 啊 不是熟到完的 是哦 是半身熟的 才好吃 然后最出名的地方呢 是来自 Belantia 哇哦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 试一试 来一起试吧 来 来试一口 它是真的有一点点不是全熟的饭 对 哇那海鲜的味道去到每一颗饭粒里面的那种感觉 很好吃耶 这有海洋的感觉 好吃吧 好吃再吃我一口 米 哇吃得好饱哦 饱啊 嗯 下一次的话 你要一定要带我去西班牙吃这个西班牙料理 嗯 肯定会 所以我们现在就 离开吧 回家喽 买单乌乖 等一下等一下 各位千万不要离开先 平台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到尾声的时候 还会有彩蛋哦 那我们现在先去访问 我们这一个帅气的经理 Let's go 那我们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餐厅El Seido 他们的赞助我们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video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请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位餐厅的经理 Hi Andreas Hello Manting So thanks so much for support hosting here in this restaurant So Mano is there any special like what is the concept of this restaurant Okay one thing in a nutshell this restaurant was founded 15 years ago by our owner Mr.Bernard Kuhn German byHeritage Oh But living in Malaysia since the late 80s Wow And what happened was when this restaurant idea came up and our founder is a chef by himself Oh He asked friends what should it what should I do that might entice the local Malaysian market to come and visit us and the friend said I give you three buzzwords P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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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nd so this is actually the thing that binds us together One thing Chinese German And Spanish peopl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e all love pork Yes And the idea then was to say Okay Since you have so many local specialties already Chasew SewYork We don't touch We do our style So this restaurant is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Western pork specialties Wow And so It's Spanish people and German people behind We have a Spanish executive chef And our German chef So this is why you find things like German style roast pork knuckles But you also find paella From the Spanish side And roasted suckling pig Which is of course our signature Yeah that's really nice So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promotion That you can give to our Apple TV fans Well first and foremost Thank you Apple Vocations For actually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ourselves And yes In appreciation of your viewership And clientele We thought We gonna issue a deal With our loyalty program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we gonna give you If you visit us Just indicate to our service team That you were made aware of our restaurant Through the Apple TV And then we will give you a sign up gift Which means once you register with our program You will get a 50 ringgit cashback In your loyalty account Wow okay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offset your total bill At the end of the evening Wow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hatever balance remains of your bill We give you an additional 10% cashback That you can redeem And if you revisit us And we have a group of 6 outlets actually Applicable in all outlets You can basically continue collecting The 10% cashback On everything you pay And offset anytime you want Wow that's great Is there any like A promotion end deal Or something like expected of this Because Apple Vocations is a good friend of ours Oh thank you We decided to extend this deal Till end of March 2021 So from now till end of March This deal will be applicable For you guys in outside Wow that's great So everyone of you You just come over here And you just tell them that You are Apple TV fans And they will give you this kind of loyalty Sign up and also cashback discount So thank you everyone Bye 那我们节目现在来到尾声了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分享 你们的支持的话 会让我们带来更多的动力 做更多更好的影片给你们哦 苹果旅游领导潮流 Apple TV This is the journe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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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